在当前形势下的话 由于外部势力的干预 由于岛内分裂势力的作祟 我觉得现在我们面临的挑战 这个形势非常严峻的 你比方说美台之间的相互勾结 不光是在安全防务层面的勾结 甚至在政治层面 在国际空间层面都进行进一步勾结 因为美国是在利用台湾 在做局 希望做一个抓手来跟中国讨价还价 或者是制造很多麻烦 那么从大陆来说的话 我相信我们肯定会加快 实现民主复兴的步伐 那么从整个一个时间表 和路线图来说的话 我们确实是所有的一切 都掌握在大陆上 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 比方说我们军队的战备 我们军队的战略方针 其实这么多年 一直盯着台湾这一块 那么实现国家统一 应该说已经上了快车道 现在来说的话 我们并不说 首先使用武力 我们还希望争取和平解决 那么对岛内一些知名不悟者 特别是蔡英文当局 很显然 他也认为自己可能成了最后的一个稻草 那么要拉入美国 要不断的 这个挑衅大陆的底线 所以应该说 这就是当前的台海局势进一步复杂化 那么我们面临的挑战 也更加严峻 一方面是外部实力 特别是美国的干预 另外一方面 岛内已经变得有点穷凶极恶 或者是到了最后疯狂 这样一个阶段 所以我相信我们不单单是在军事上有所准备 我们在其他方面 比方在国际空间上 在经贸领域 我觉得我们可以打组合拳 完全可以按照我们的时间 比方按照我们的路线图 来解决台湾问题 不管怎么说 我们一定要解决国家统一的问题 那么那些 比如说苏联望祖 分裂国家 那么背叛祖国的这样一些行为 肯定会遭到人民的唾弃 和被历史所审判 是的 一定会遭到历史的审判和人民的唾弃 而且历史会站在正义的一方 我相信两岸的民众都不希望看到 大陆用武力来解决台湾问题的那一天 还是希望用和平的方式 来实现祖国统一的目标 所以这个时候岛内的台独分子 以及蔡英文党局 一定要管控好自己的言行 不要再执迷不误 如果再继续在台独的路上挑衅的话 一定是死路一条 而且会把台湾带向战争的边缘 好的 非常感谢二位嘉宾对上话题给出的解析 谢谢 谢谢 大家再见 谢谢 再见 好 观众朋友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 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坚强领导下 实现乡村产业振兴 人才振兴 文化振兴 和 稍歇会儿啊 真是有点激动 没事没事 不用紧张 马上就完事了 实现振兴刚才说的 我激动了你都会害羞 自己写的吗这是 自己写的 从接着那请就行了吗 行行行 文化振兴 生态振兴 和组织振兴 能不能不拍我 为 公监客栏 扎实工作 为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而努力奋斗 这我提倡 您能试试吗 我也感到特别激动 特别重奋 因为习近平总书记 是新时代社会主义 新时代特色 社会主义 太激动了 对不起 现在还没有平和呢 我真的特别激动 伟大的中国梦 对于这个下轮 我说 您所谓代表 很期待 对于哪方面 对于哪方面很期待 接下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